假设若贱性是外物 知道吧 就是根据这四个字一直在解释 解释到后来贱不是物 他就是在前世这个 意思是贱性是贱性啊 物相是物相啊 他这一段是在讲这个 他就把他讲 前面讲物不是贱吗 对不对 现在把他反过来讲说 好 如果把贱性就当作是物相 因为贱性是无形的 物相是有体积的 有大小长短方言 对不对 这个才叫物相嘛 所以现在用这四个字来假设 后面就引申出来的 统统告诉你 贱不是物 若贱是物 如果把能贱的贱性 当作是有体积的物相 从这个角度来剖析的话 来引述的话 这如亦可见无之见 为什么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贱性了 因为贱性已经变成 有体积大小长短方言了 所以前面这四个字就是假设 假设我的贱性 就像有体积大小形状的物相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贱性 对不对 是吧 比如说这是毛巾 毛巾是我的贱性的话 你就怎么样 可以看到我的贱性吗 可是我的贱性是怎么样 你现在看到我的贱性吗 没办法 因为那是无形的 如果贱是物 如果是贱性是物 它就有体积了 毛巾 把这个毛巾当作是贱性的话 你看这就是你的贱性 所以如果贱是物相 如果贱性是物相 那么你绝对可以看到 那个有形象的贱性 则如亦可见无之见 若同贱者名为贱无 无不见时 何不见无不见之处 如果同贱一物的时候 你硬说 你见到了我的贱性 那么我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 当我没有不见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见到 我不见之处 你为什么没有那个能力 见到我不见之时 那个 那个时候呢 那个地方 就是贱性 再讲一遍 如果两个人同时见到一物 我的贱性也投射在那个一物 你的贱性也投射在那边 好 我先把 现在 你把它当作 这样就见到我的贱性 我现在把视线收回来 你为什么看不到我 视线收回来 那个时候 不见物的时候 对不对 很简单 所以意思就是 见不是物 好 底下又再假设了 这个假设也是从前面来的 若见是物 好 现在说 若见不见 自然非比不见之下 好 现在 就算你有能力 你有能力 见到那个不见之处 如果 假设你有那种能力 见到不见时 的地方 当然非比不见之像 因为那个没有像 不见的时候 本来就是无像 所以自然就当然 非比不见之像 就不是 你不见的时候那个像 意思就是说 根本就无像 因为不见嘛 不见就是无像嘛 所以若见不见 就是纵然你看到 那个不见之处 因为那是不见 所以 不是物 所以 所以自然非比不见之像 因为它是不是物嘛 一下 若不见物 不见之地 自然非物 如果说 你根本看不到 我 不见时的地方 不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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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处于那种不见的状态 这个时候 当然就不是物啦 因为也是没有形象的嘛 你根本没有能力看到嘛 没有能力见到 所以 若不见物 物不见之地 物不见之地 如果没有能力 如果没有能力 见到 我不见时候的 那个时候 之处境 当然就不是物 因为它不见嘛 云和飞如 哪里不是 你的真性呢 哪里不是你的见性呢 好 主要看四百三十二 注释 若见是物 你若直言说 见性是物 这是假设的 在这个角度来谈论 来剖析 如此一来 则能见 便转成所见 这奴义可见物之见 成上 既然能见之性 已变成是物啦 那你应该可以看到 我的见性 实则不然 因为你看不到 我的见性嘛 是不是 若同见者 名为见物 同见就是 你跟我同见于物 当我们 当你跟我 同样看一见 物相的时候 见物 则见物之见性啦 此言 你若说 当你我同见一物的时候 就可以说 你硬是说 你不但看到了那个物 而且同时也看到了 我的见性 就是硬要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在见那个物的时候 把这个见性投射出去 我的见性 以那所见之物 已经不可分了 因为投射在 那个物相 就有我的见性嘛 因此 当你见那个物的时候 也可以见到我的见性 那一定的嘛 是不是 因为你把这见性投射出去 你见性说 见性是物的话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嘛 我们两个人 你看那个地方 我也看那个地方 两个有见性的交集 是不是 我把见性投射过去 你把见性也投射过去 当然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见性嘛 若见是物 那一定的嘛 是不是 我把红色的七 拖过去的话 你一定可以看到红色的七嘛 投射出去嘛 若见是物 底下 所以若同见者 名为见物 我们姑且承认这是对的 因此当你见那个物的时候 也见到我的见性 物不见时 和不见物不见之处 成上 就是我见某物的时候 你既可因为那个物 而见到我的见性 但是当我把视线收回来 而不见那个物的时候 就处于这种状态 你为什么不能见到我的见性 不见一物时 所在之处呢 是不是 这样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好 我们把眼睛投射过去 我用这样讲你就更清楚 我们把眼睛投射过去 是不是 如果物是相 我如果见性是物的话 你就一定可以看到我的见性 好 现在物不见 就是我把眼睛收回来 这样你听不懂 我把眼睛闭起来 把视线收回来吗 把眼睛闭起来 佛陀就问 当我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 就会看那个黑字体的 这一段的黑字体的 物不见时 当我把视线收回来的时候 为何你见不到我 处于不见时候 把视线收回来的那个状态 你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见性 就是我把眼睛闭起来 你根本看不到我的见性 你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这样理解就对了 这层上我见某物时 你既可因为那物而见到我的见性 但是当我把视线收回 而不见那物的时候 你何不能见到我的见性 不见一物时 所在之处 因为见性既是物 它必须有体积 有处所 因此不论它是在见物或不见物时 它都必须有一个处 有一个所在之处 好 诸位 你跟我都可以看到什么 毛巾对不对 如果见是物的话 我现在把视线收回来 就是我现在把毛巾收回来 你是不是同样这个时间 还是可以看到我的毛巾 如果见是物的话是这样 是不是 意思就是翻过来 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见不是物 所以收回来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 见是物就是这样 投射出去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的见性在那边 你的见性在那边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见性 如果见是物 我收回来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我的见性 是不是 很清楚吗 无论出气 见是物的话 出气 看得到 收回来 你当然也看得到 可是见性不是物 所收回来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 我的见性是什么 就这么讲 这么理解 底下 若见不见自然 非比不见之像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 有那个能力 见到我的见性 以它不见物的时候所在 就姑且说这样 你有这个能力了 那你所看到的 这自然不是它 不见物时候的物相 而是我的能见的见性 因为此时已经 无物所见之物 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把话 转成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你真的 能见到我的见性 在什么 在什么状况 见到 我不见物的时候 你一样能够见到 那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他不见物之后的物相 而是我的能见的 而是我的能见的见性 因为那是无形的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 没有所见之物了 所以若见不见 自然非比不见之相 不见的时候 他不是物 所以当然就 不见之相 当然就非比不见之相 因为他无物 底下说 若不见物不见之地 自然非物 你若退切而说 你并不能见我所不见之地 你并不能见我所不见之地 只是你没有那个能力 前面说 就算你有那个能力 见到我不见的时候 现在是说 如果没有那个能力 见到我不见的时候 自然非物啊 当然就不是物相 你若退切而说 你并不能见我所不见之地 这我的见性跟你的见性 自然都不是物 就是不是物相 它没有体积 不是有体积 有物相 长短方言 自然非物相 意思见性 是见性啊 物相是物相啊 不可混杂 一贯 退一步说 如果你直言 见性的确是物 有体积 有形状的物 可以认得出来的物 把能见的见性 变成所见的物相 假设说 这个成立的话 如是 则能见 已转成所见 这如一颗见到 物之能见之性 而你实在是 不能见到我的见性 所以能见之性 并不是物 你若再便说 当你我同见一物者 就在这个时候 即名为你见到 物之见性 若此为真 把这个当作是真实的 那么当我收回 视线 而不见此物的时候 你何不能 为什么没有那种能力 何不能 见物之见性 正不见物时 所在之处 如果加一个正 正当不见物时 所在之处 那更清楚了 你何不能 见物之见性 正当不见物时 所在之处 语气就更清楚 而你实不能 见我的见性 当他不见物时 所在之处 因此 见时非物 前面假设说 见若是物 现在证明 见不是物 不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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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